突发消息!卡巴星之女今日表明自己立场,反对敦马任新联首相人选。主要原因是这个。 西蒙昨日宣布推举土著团结党总裁马哈迪任相,似乎未获得部分基层认同。 已故行动党主席卡巴星之女桑吉科及表明,反对马哈迪回国任相。 根据网媒《自由今日大马》桑吉科指出,西蒙无法推出其他的首相人选,显示西蒙缺乏长远策略。 担忧马哈迪主义复活。他强调,西蒙应该高举政策与原则,而非个人。 这可能是无计可施下的举措,就像我们以前与一党结盟一样。 但是否意味着有朝一日,当我们无计可施时,也要与,首相,纳吉合作。 针对一些人指西蒙需与马哈迪合作,以推动改革议程,桑吉可依依反驳。 他将再成为首相,并让马哈迪主义复活。 他质疑,一旦西蒙胜出大选,马哈迪成为首相后,会否遵守承诺争取援手赦免公正党实权领袖安华,以让安华出任第八任首相。 马哈迪,马哈迪道歉毫无诚意。他也认为,马哈迪早前的道歉并无诚意。 这无关原谅与否,而是负责任。掌权者需要为其行动负责。 同样的,他也需要负责,特别是在野党承诺。一旦执政将重整总检查数,到时要查谁不应有双重标准。 桑吉科也是行动党党员。 他说,行动党向来大力反对滥权,提倡媒体与司法自由,但就马哈迪的道歉,却没有表态。 桑吉科告诉当今大马,以上言论出自他的面子书贴文。 不过,他确认自有今日大马的报道属实。 当今大马无法在桑吉科的面子书发现这则贴文,可能是指开放给朋友浏览,或是以删除贴文。 西蒙利听马哈迪任相。无论如何,桑吉科面子书上还有其他贴文批评马哈迪。 其中一则贴文,不接受马哈迪的道歉。 只是一个道歉,国家就能恢复洁白。可能那几几年后也会这么做,到时我们是否也要接受他的道歉。 昨日,西蒙大会宣布,若再来借大选之证,将分别由马哈迪与公正党主席望阿斯沙出任正副首相。 不过,西蒙承诺将立即争取援手赦免安华,以让安华出任第八任首相。 去年12月30日,马哈迪为从政多年的错误道歉,为他同日教后却解释自己只是遵循马来习俗道歉,不代表认错。 马哈迪在担任首相时,曾在1987年发动茅草行动,逮捕106人,包括桑吉科的父亲卡巴星。 稳问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